新加坡民航局将在下个月推出安全文化手册 提供实际可行的指引 以加强本地民航业的安全文化 交通部兼永续发展与环境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联炫 出席第63届空中交通管制员国际联合协会年度会议时表示 我国将继续同空中交通管制员国际联合协会密切合作 加强空中交通管理 许联炫也宣布民航局计划在未来的几年 逐步落实航空交通管理中心 这将是一个中央指挥中心 空中交通管制员将同数据科学家和气象专家等专业人员 密切合作提高感知能力优化航空交通管理决策